不知什么时候,什么原因,让一位青年蒙上了一个念头,那就是做一面旅行up主,用视频记录的方式来分享一些旅途中的美食,美景,有趣的故事等等。 在寻到搭档之后,我们便开始了正式的筹划工作,由于暂时居住美国的缘故,所以打算先从美国开始。 首先,我们要做的是确定旅行目的地,那时候脑海里马上浮现的就是歌曲里面提到的热门地区,有黑人的洛杉矶,还是美丽的海滨之城邁阿密,又或是繁华的纽约呢? 当然是no都不是,如今瘟疫横行,病毒肆虐,追理智的决定便是避开城市,用力喧嚣,回归大自然, 选择仍然较少的户外旅行。 经过认真筛选之后,我们决定先做一档以美国国家公园为题材的户外节目。 在查阅相控资料以后,得资美国目前共有62个国家公园,封闪在全国各地。 这样拍摄工作就需要分多次来完成,为此我们需要做准备工作了。 首先,我们要构置一些设备,设备清单里面有无人机,滑轨,摩尼器,录音器。 遗憾的是后来得知,因为公园里净飞无人机,只好放弃了航拍的计划。 心里不甘的我,到时候通过户外爬升或者攀岩来拍摄俯瞰的镜头, 所以又向隔壁老王借了梯子等工具。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,我跟我的搭档带上行囊以及所有的拍摄装备出发了,开始我们第一季的拍摄工作。 第一季,我们选择了三个国家公园,分别是厄地、王室以及大提顿国家公园。 具体降落时,我们从芝加哥驾车出发,经过大约13个小时车程,到达厄地国家公园。 在厄地完成拍摄工作以后,再驱车前往王室国家公园,最后驱往大提顿国家公园。 所有拍摄完成后,我们驾车回到芝加哥,虽然这样安排比较辛苦,但是为了能够拍摄到沿途的风景,尤其是美国西部的美丽风光,我们毅然居然开车前往。 在漫长的路途中,白天的池窗外有草原、农田、风车、西洋等伴水,让我们忘却了路途的枯燥及范围。 不过最让我影响深刻的是夜晚行程,在美国的周期公路,夜晚车辆非常稀少,而且道路连盘没有路灯,完全漆黑。 车主只能靠车灯照明,冲突我们途径一些服务区,自行加盟邮箱,然后稍坐休息,舒展一下身体,领零下草丛里曲曲灵性的叫声,再出发。 飞奔在这寂静的夜空里,仿佛那一刻,整个世界都属于我们。 在到达厄地国家公园后,我们购买了售价约80美金的国家公园年票,名票已车为单位,不如叫车,每次名票共享不能超过4个人,有了它,一年内就可以占有62个国家公园,是不是很划算呢? 在烟票进猛之后,我们就看到了厄地国家公园,它分为北区和南区,我们最先参观的是北区。 它是美国最荒凉的地区之一,拥有火星般的地帽,是数百万年以来,风雨雪霜,侵蚀和风化形成的。 有米宫般的山丘,峡谷,沟河等风貌,在北区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山丘,它们千姿百代,隔长雄姿。 北区交通便利,有一条著名的景光大道广场其中,适合开车游览,现在我们进入现场画面。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公园的景光大道,在景光大道两边呢,分布了公园的主要进化点。 大家送我手指的方向看元素,那里呢是一个停车场。 停车场里面呢是个自家车以及旋车等等。 这里是美国居民,节假日期间,居家旅行休闲娱乐的热门目的地。 在这里,他们可以参加汤盐,铜卧,骑马等娱乐活动。 现在我们回到车栏模式。 穿越这片区域,我们来到了野生动物的山火区。 这里是公园仅有的一片草地。 每周野牛,大椒盐,赌博鼠,草原湖等都在这里积极繁衍。 在驾驶穿越动物山火区后,我们将南区。 南区位于印第安人保护区内 保留了公园内较为原始的风貌 由于南区没有公路 所以游客只能徒步进去参观 途中我们被园区工作人员揽下 告诉我们南区临时关闭 就这样我们只能以憾力结束恶地之旅 由于天色丧照 我们临时增加了鲜隔不远处的 美国总统商雕塑公园继续拍摄活动 在通往冲突上的路上 我们要经过漫长的攀山公路 公路的两旁分布着猫命森林 这里是鸟类如红头 美洲秀 褚椒 鹰 以及陆生生物 荒雄 蕉兰 野猫 豪猪 叔叔等动物的家园 感谢你们的家园 至于草有时的拍摄 就会让临时崩开 下一位就会让我们临时 感谢你们的事 也会让我们看起来 那边的然后就会打不会 但是说是 因此 那边是 1 2 2 3 4 5 5 6 6 6 7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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8 8 8 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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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以坚硬的花钢岩,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和坚固性 同时,雕像所处的位置也是胜风的追高出 追高零下,使每位到访者都能清楚地看到种种雕像的全貌